空间跟时间 在为师里头都称为不相应心法 抽象概念 没有死实 时空是一不是二 时间跟空间是分不开的 是一不是二 空间里面没有障碍 时间里头也没有障碍 得大自在 设施 什么叫设施 时间我们一般都知道 过去现在未来 这叫三世 中国人讲得很踏实 从四项上讲 三十年叫一世 你看中国的世子是三十 就三十年叫一世 古时候 这个一般家人都有祠堂 祠堂里都有家谱 家谱多少年修一次呢 三十年 三十年要修一次谱 为什么呢 底下一代小孩出生了 名字补上去 佛家 讲九世 九世怎么说法呢 你看 你看他有过 过 过 未 三十 过去 有过去 过去 过去 现在 过去 未来 这些过去 过去 过去 现在呢 有现在过去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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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 只有三十了 未来呢 有未来 过去 未来 现在 未来 未来 这个 这个 和起来 叫九世 九世 忽如 这是一个总世 家这个总世 这叫世事 你看 佛家 把这个 十经 他讲 世事 我们一般 没想到 世事 古今 是此世事 各利之法 同时 居足 显现 事曰 各法 一臣 这解释这个 名词 什么叫 各法 一臣 很好 他这里 已经给我们 解释了 别 一 之法 九世 之法 这 别 别一 过去 不是 现在 现在 不是 未来 过去 过去 不是过去 现在 这从 时间上 讲 但是 怎么样 他 居实 成就 居实 就是同时 同时 成就 所以叫 一臣 一 是 九十 臣 是 相辱 那 居足 显现 我们在第一段 社学门的第一段 他讲的是 这第一段是总说 同时居住相应门 不但同时他同处 因为每一门 他这个标题是七个字 他省略了 是同时同处 居住现现的 到末后 底下一门的时候就总结 主办人民居当门 这总结 底下举经文字 敬意 华言 粗发性功德评论 这是我们通常称为六十话语 在中国最早翻译的 那个时候 传到中国来的经文都是残缺不起 所以只有三万六千瘦 全部华言经是十万瘦 你看 只有三万六千瘦 大概就是三分之一 华言经没有全部传到中国 大概传到中国以后 碌碌碌碌碌碌来的 大概一半的样子 金太大了 分量太多了 所以非常容易 散失 经上有这么一段话 知无量解是一念 知一念解无量解 这就是讲的 念解愿容 所以 时间跟空间 它是什么样的限制 法相中里面说得很清楚 法相入门的典籍 不法弥门论 天清菩萨造的 根据 于切斯蒂论 于切斯蒂论是弥勒菩萨造的 于切斯蒂论 把一切法 归纳为 六百六十法 天清菩萨感到 对于促学的人来讲 太烦了 分量太多了 不方便 把六百六十法 归纳成一百法 便利于促修 这一百法展开 就是六百六十法 六百六十法展开 就是宇宙之间 所有一切法 所以 白法是一切法的归纳 这八百八十法 又分作六大类 分作五大类 心法 心所法 色法 心不相应法 五位法 所以叫五位不法 分作五大类 前面四类呢 一共是九十四法 都是有为法 有为 有生 有灭 后面六条 五位法 五位法是 你看不出 他的生命 虚空 列在五位法里头 这五位法呢 可以说 有真的五位 有相似的五位 像虚空 是属于相似五位 它不是真的五位 真的五位 只有一个 真如 就是自信 自信 清净 圆明体 它真的是五位法 没有生命 那么空间 跟时间 列在哪里呢 在有为法里头 在不相应 心法 所以不相应 它有这么一个现象 它不与心法相应 心法是八十 八心王 它也不跟心俗相应 这个心心俗 用我们现在的话术 就是精神现象 它不是属于精神现象 色法呢 有十一种 色法就是物质现象 它也不属于物质 也不属于精神 但是 它是从精神物质里头 产生 这么样东西 产生出来 不属于他们 但他们不是一类的 叫不相应心法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 抽象概念 它不是真的 抽象概念 所以白法里头有 十分 十分就是时间 我们这里讲的是 古今 空间讲方分 空间讲四方 讲八方 讲上下 空间跟时间 在为师里头 都称为不相应心法 抽象概念 没有死实 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一念出生的 这个宇宙从一念出生 现在的科学家 慢慢对这个有兴趣了 逐渐逐渐 大家也都肯定 宇宙是 非常非常短暂的时间 一念出生 现在量子力学里头 讲这个东西 越讲 更浮华了 越接近 安妮 安妮 阿弥陀佛